通常不是十萬被騙了 結果你後來還多賺三千 我就說 欸 我跟我媽媽討論 你們這個AI程式很厲害 那我媽就是決定要投資我兩百萬 然後我自己又要結定存 可是我發現你們的入金的那個系統 我沒辦法取欸 我就說 姊姊真的是 禮拜五資金才會到位 那你現在不讓我出金 那我媽媽遲到之後 她就不會把那個錢 就是加入進來了 我說你一定要讓我可以出金 讓我給我爸媽看 那最後 最後就真的出金了 而且是年之前讓我賺到的三千塊 幫我講一下就是其實這個案件啊 最起初就是你一開始 那時候接觸就是會讓你一步步相信的關鍵是什麼 因為你其實有講到說就是 他們就是不管是可能裡面啊就是 三天兩頭就是什麼AI的資訊 然後因為現在AI真的是很發達 當時就是不是黃仁勳熱嘛 然後再加上 其實他還有一些什麼抽獎活動啊 什麼就是可以抽iPhone 然後再加上那個助理的小妹妹 好像每天跟你聊天 這些種種讓你慢慢卸下先放 你幫我講一下就是當下 你為什麼會卸下先放 當下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加入的那個群組 那群組他其實是在買課程 就是教你怎麼當充 那我看到之後我就不會想買 那我就想說那就算了 就把群組放在那邊 因為他還是會放一些每天的一些史試 跟每天股市的檢討 那我想說看一看對我投資也有稍微有點幫助 那確實我就是也有投一些AI類股 然後我就覺得有在看 就覺得現在AI發展得很純熟然後很好 就是未來非常的客觀 然後後來就是那個小助理就私底下密我 然後就開始跟我聊天 然後就是讓我覺得好像很貼近我 然後又沒有要跟我拿錢 就一直慫恿我買課程 對然後我就覺得說 聽他講話也蠻溫暖的 因為他好像也是從基層開始奮鬥起來的 然後就每天就是他會慰問我三餐 早安啊午安啊 然後一直解來解去的 對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那他也很辛苦就是要追客人 然後怎樣就稍微會回他 他還有說什麼他要買房 然後他什麼男朋友很可憐的 對然後他幫我講一下 對他就提到一些很慘的遭遇 就說他被他很久的男朋友拋棄啊 然後搞到就是有家回不了啊 而且他又說什麼他又賺了好多錢 對 幫我講一下他是不是又一直不時地放去 你說什麼他透過什麼AI什麼操作 什麼賺了好多錢 他講完他的一些心靈層面之後 家庭啊之類的造語 然後就讓我就是會想聽他講嘛 然後之後他又講到他跟著那個老師 然後還有一套AI的軟體 然後就開始一直有賺錢 然後短期內大概一個月他就賺了三五百萬 然後後來他又陸續傳訊息 就一直想要慫恿我進去 就寫說他最近截止到六百萬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哇有點驚人 就當然是對有點小貪心 然後就想說哇現在AI發展成這樣 可以自己就是掛單 就是他會聚集到一個有希望的股票 就是要漲停的股票 然後叫你下就是通知你就可以買 那條件就是你要入金到他的那個AI軟體裡面 所以你當時就是你就投了十萬 可是你後來怎麼發現你是被騙的 其實關鍵還是在你遇到就是你發現其實 為什麼這個群組裡面有一個律師 所以你去找 你幫我講一下就是你發現關鍵的原因 就是被詐騙的關鍵是什麼 我被發我發現的關鍵就是 每天群組後來入金之後 他們就很積極一直在push 就給我們看他們今天賺了多少錢 然後一直要慫恿你入更多的金 說多少本坎你的收益會更高 那我這種就是很白菜價 等於說就是只是個入門 那他就一直每天都一直po其他人的戰績 說我今天輕輕鬆鬆早上喝個咖啡 然後到中午看完會 哇我還在上班就已經賺了多少錢了 然後有一個律師 因為他的那個名字上面很奇怪 這個律師就會很明白的寫某某律師 那我就覺得他還大頭照還是個 就是穿那個律師服的律師袍 那我覺得有這種律師嗎 因為我依稀認識的一些法律的人士 他們是不會那麼招擾 就是表明自己的身份 然後還寫說我今天也賺了兩百多萬 所以你就去找律師揭穿這個騙局嗎 對我就去網路上找 後來其實事情發展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通常不是十萬被騙了 結果你後來還多賺三千 這過程是怎麼樣就是拿回來 那時候是怎麼樣就是騙他 就是要投更多再投兩百萬 然後聯手警方載人 這一塊你幫我講一下 最後這一塊 其實就是一開始律師 他就跟我表明身分說我被詐騙 然後他就一直叫我去報案 然後他就跟我說 不要想太多應該是拿不回來 可是你要去報案 這樣你的帳戶才不會被變警示帳戶 我就很緊張 然後我就開始在動腦想說 我要怎麼下車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先把錢拿回來我再去報案 然後他就一直覺得就是不太可能 然後後來我其實到那個時候人性點已經有點害怕 覺得會不會律師也是他們的人 我就不想跟他講太多 就有一點這樣子 然後我當下我就想說 我就有點在忽悠他 我就說 欸我跟我媽媽討論 你們這個AI城市很厲害 因為我有朋友他們好像也有一個城市 那他們的路徑的經驗比較高 那你們的經驗很少 那我媽媽就覺得 欸你們這樣子就是有讓我覺得很放心 就十萬塊就可以有收益 那我媽就是決定要投資我兩百萬 對 然後我自己又要結定存 就是我大概禮拜五的時候 有一筆定存會下來要入金 可是我發現你們的入金的那個系統 我沒辦法取欸 所以你要求他 我要求他先把我原先的轉給我 那還真的給你 對然後他一開始就是有點擺爛喔 就是一直說 喔客服還沒有回應我這樣 其實我就覺得 可能沒有辦法拿回來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一直 要求那個小妹妹 就每天跟我聊天那一個 我就說 姐姐真的是禮拜五 資金才會到位 那你現在不讓我出金 讓我媽媽遲到之後 他就不會把那個錢 就是加入進來了 我說你一定要讓我可以出金 讓我給我爸媽看 那最後 最後就真的出金了 而且是 年 之前 讓我賺到的三千塊 就是我原本錄十萬嘛 然後那一兩天 我有測試那個AI 他就讓我賺了三千八吧 就 我全部 全部拿回來 就有點倒賺啊 你會不會覺得還滿荒唐 就是其實就是 很意外的就是 反將一軍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現在回想會覺得 好像一個奇幻旅程 但是也希望透過這個奇幻旅程 提醒大家不要被騙 其實我真的覺得就是 一個小小的五支 貪念 造就了很多 無可厚非的後果 所以當下 我拿回來 我當然是 多少有點戰戰自信 就覺得哇 我竟然可以忽悠過詐騙集團 對 然後之後我就都不太理他 但是我覺得就是 人性就是如此吧 因為想說 啊 反正就試試看 所以就用僥倖的心態 覺得十萬塊 可以去試一下 那如果真的被騙了 就自己覺得好像上了一門大課 一門課這樣 可是如果又成功了 我是不是又可以 就是多買點東西啊 幹嘛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是要先去求證 因為他給我的一些綁定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上網查 像他綁的一個是法國的銀行 然後我去上網查 那個首頁其實就已經有公告了 OK 好 沒問題 對 警方強勢逮捕詐騙車手 這回遇到詐騙的被害人 是一名網紅 是一個小小的物資 貪念造就了很多厚國 平時化名能量小姐姐 曾合體前法官 綁炸尋導 這回不慎落入詐騙陷阱 他的一些心靈層面之後 然後之後他又講到 他跟著那個老師 然後還有一套AI的軟體 一個月他就賺了三五百萬 能量小姐姐還原 詐騙集團先在IG投放廣告 並透過直播包裝 經常交到故事投資 再加他進到名為 當成小王子的LINE群組 每天分享股票訊息 又以求iPhone活動當誘因 目的就是誘騙逃出錢 於是他分兩次 共給出十萬 輕輕鬆鬆 早上喝個咖啡 然後到中午開晚會 哇 我還在上班 就已經賺了多少錢了 然後有一個律師 然後還寫說 我今天也賺了兩百多萬 他越想越怪 群組中怎麼會有個律師 我們完全沒有再放投資這一塊 那如果是有的話 那肯定就是直接就是 直覺就是詐騙了 經過實際求證 發現詐團冒名主公刑案的律師 劉婷恩 但全案還有個逆轉發展 那我媽就是決定要 投資我兩百萬 不讓我出境 那我媽媽遲到之後 他就不會把那個錢 就是加入進來了 就是我原本入十萬嘛 他就讓我賺了三千八吧 就我全部全部拿回來 鬥志逃回被騙了十萬元 並聯手新北中和警方 演出一場再度投資的戲 所長帶隊埋伏 準備兩百萬假鈔 調出綱成年的車手 對詐騙集團來說 被受害網紅 反將一軍也是始料未及 東森新聞林尚宇 黃子鳳在新北市報導 到